我们今天画柳树跟燕子 然后两堂课呢 我们把柳树画成两种画法 有一种比较写实 有一种比较写意 但是都是用莫古的方法来画 好我们先看看第一节课呢 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 柳树的这个笔法 然后同时呢 也可以比较一下 这个柳树的这个笔法 跟竹子的这个笔法 我们事实上上堂课 画那个有一点竹子的时候呢 我这个问题我讲过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柳树的这个笔法 还挺有意思 就跟一方面呢 是这个笔法本身有很明显的一个特点 另外一方面呢 又跟书法 我们现在练习的这个书法呢 联系在一块 好这边一条柳条 然后我们这个柳 柳页的这个笔法是怎么样的 有点像那个书法里的这个笔啊 但是若笔先轻 然后呢 金银的变重 然后呢慢慢又提起来啊 在这个 行笔的这个过程呢 金银的变化 但是这个笔呢又动了又行 尽量大家试一试 可能把这个笔呢拉长一点啊 把这个形态给拉长一点 好我们画第二片 慢慢的拉长 尽量画了这个金银啊 这整个叶子的这个 这个变化非常金银 所以这个是练 用笔的这个控制的一个很好的一种 形态 就跟竹叶一样啊 练竹子也是为什么中国化 这么 竹子是这么好的一个题材 展示上也跟这有关就是说这个笔法 在这个笔法上面有一个他的这个特点 好你看啊这个 所以大家除了这个笔法 每一片叶子的这个笔法 这个柳叶的这排列 他的在画面上面的这个布置 也有注意啊这个怎么样使得 大家之间互相有一点重叠啊 这个交叉的角度呢不太一样 大家互相交叉的角度不太一样 这样呢 虽然画的叶子不多 那可以形成一种比较密的 茂密的这个感觉 不同的角度 互相之间的角度 跟这个柳条之间的这个相对的这个角度啊 你看这个 通过这么少 比较少的这几片叶子 就把一个柳 一个柳条啊 上面的这个叶子的这个形态给画出来啊 画完之后还可以这个枝条上面再点一下啊 就是有点那个自然的一些牙包 或者是一些点起来比较有生气 好我们看一下用同样的笔法 就是这种蘑菇法 跟竹叶是有什么大的差别 那竹叶呢 是落比就比较重 然后呢慢慢的晶莹的变化 这个你看这个落比比较轻 然后呢变重 按下去变重 但是这个按的过程也是晶莹的 然后慢慢提起来 一般来说呢这个 最重的这个大概是在三分之一的地方啊 然后这三分之二的地方慢慢提起来 前头的这一段 前头的这一段梗啊 你有时候可以拉连的长一点啊 就是你先画一段梗 然后再慢慢的画这片叶子啊 然后注意这个行笔的过程呢 有一点弧度不要太大的弧度 有一点就行啊 可以往这边弯 往另外一个角度弯啊 然后呢这个整片叶子的这个斜度啊 可以注意呢 可以比较大的变化 就是说有时候大的角度 有时候小的角度 就相对于这个柳条 这样呢 自然而然形成一种交错 叶子跟叶子之间互相交错的感觉 一下子就有一个密 比较密的感觉 比较茂盛的感觉就出来 而跟这个竹叶的这个差别 弱比重 然后整个行笔的过程呢 像一个撇纳的撇啊 那样静音的变化 所以跟这有点差别啊 有点明显的差别 在画一个单位啊 一个竹叶的一个单位 像一个个人那样一个单位 三片叶子 但是互相之间呢 也有一定的组织的关系啊 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 不同的单位之间呢 在形成跟这边的也一样 这边至少有一根柳条 来做一个组织的中心 这边竹子呢 是一般来说啊 当然是竹缸也可以做 一组织的中心 但是一般来说呢 不一定一定要 画了竹缸之后 再来画叶子啊 有时候你可以比较独立的 来组织这个竹子 然后再加竹缸啊 所以这个个子呢 有不同的 走势啊 不同的排列 也同样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通过这个单位的这个组织呢 使得大家最后 做一个整体比较茂密的一个感觉 好 这是柳的一 一种画法 我们下第二堂课的时候呢 再画另外一种画法啊 这个相对比较写实的一种画法 那也属于这个莫古法 又都是用一笔 用笔法呢 把这个形态给画出来 就把这个叶子的这个形态给画出来 而不是双钩 双钩呢 我们也可以用双钩的办法 就是说用两笔把这个柳叶的这个外围结构给画出来 白描那样 那就功夫更大了 但是基本大家注意 就是抓住这个形态的这个特点 比较长 比较 比较 胶子 孵相之间比较交叉 因为它有很多柳 柳叶子 所以这个 好 这是柳的这个形态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讲这个燕子的 这个形态 这个是非常大的 contrast跟花鸟里边的这个花 这个树的叶子 这个动物的这个形态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我从这从照片上面 我直接就是说看照片之后 画一个燕子的这个 这个动态是吧 燕子 它的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呢 就是这个燕尾是吧 有两个比较长的这个翅膀呢 是黑 从 顶上看的是一个比较黑的翅膀 这个翅膀比较长 头也是黑的 所以 把它 转化成比较血液的 中国画的画法呢 我们来看看 一般怎么样把这个 燕子的这个形态 把它 转化成一个比较简单的几笔 三四四五笔就把它给主要的形态给抓住 这一般还是说头啊 头这个黑这个所以很好处理 用这个 用这个墨啊 也很好处理 接下来背部的这个 黑背是吧 所以这一笔连下来啊 黑背 然后呢这个两个翅膀呢 也是从顶上看啊 比较黑的两个 两个翅膀 然后呢 再把它给归纳为这样 就是说 两个比较长的两条翅膀的这个 边啊 然后呢 从这个从这个背部 这个尾巴这里呢 再画出来两条燕尾 都是用比较干净 比较整洁的这个笔法 把这个长长的这个感觉给画出来 所以我收饭呢 我都是用 笼墨在画 我再画一根笔 来画这个淡的 就是现在我用原点淡墨 来画它的腹部 然后呢 趁淡的这根笔呢 把有一些 这个乙毛啊 就是这个燕子的这个 比较 比较干净的这个前头 跟这个前 翅膀的前头的这一部分 相对的后边的这个翅膀的这个部分 对后边的这个翅膀的这个部分 用淡的淡墨把它给印开 然后呢再 还是用浓墨把这个 加上这个嘴巴 然后这个眼睛 眼睛呢 有可能跟这个头上的这个黑的这个 有点混在一块 好这个是燕子的基本形态 就是背上黑的 翅膀顶上 从顶上看也是黑的 然后注意呢 把这个翅膀 前方的这一部分 我们画的比较 clean一点啊 就比较sharp一点 后边呢 就是用那个淡墨啊 把它给印开 所以这个呢 那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可以用这个 一根笔把它洗干净 然后笔底 笔底用比较淡的末 笔尖的用比较浓的末 然后看看能不能画出来 一笔下去 就是有一点硬嗨的这个 就是后边比较淡 前头比较浓 一笔就把这个翅膀的 一浓一淡的这个感觉给画出来 所以是那样 大家又是那样太复杂 就是说在笔的控制比较复杂 你就用两根 一根画中文画荡 一根画龙 我们用龙的把这个结构给画清楚 所以这个动物的这个 就是说大家抓住这个特点 这个特点呢 就是头背 跟两个翅膀的前方 这个结构 我们把它给画准确 抓住这个主要的动态特点 那当然对燕子来说 这个两根燕尾这是很明显的 你画上去了之后 对不对就马上就会看出来 这是一个燕子 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可以做各种变化 我们来看看 变一变其他的这个动态 我来试一下 就是说把整根笔洗干净 然后关是笔尖 有一点浓的 然后来看看 画这个 我们换一个角度 从一只 一只燕子 从顶上这样来 然后呢 然后呢 你看这个我可以看出来一下边 这个墨已经有点淡了是吧 所以这个正好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这个效果 就是说你往下按的时候 下边呢有点淡 然后呢笔尖还是浓 所以我们趁这个笔尖呢 我们可以继续来画这个 他的这两根尖的这个翅膀的这个 然后呢在同时呢 我们来画这个尾巴 他的这个尾巴 这个尾巴呢可以张开 也可以收起来 我们这个可以画一个 跟这个不太一样的 收起来 稍微收起来一点的这个 好 这个整个最重要的这个形态 头啊比较干净的这个 这个外轮廓啊 把有背上的这个比较干净的外轮廓 然后呢 你看这个动态跟这个不太一样啊 这个是从 这个比较侧面的这个啊 所以注意这个 翅膀的这个侧面 如果是侧面的话 一长一短是吧 所以前头这个部分比较 比较相对比较长一点 比这个稍微长一点 这看起来就比较侧面是吧 好 然后我们用淡的笔呢 把这个腹部给挖出来啊 把它勾出来 然后这个 再总结一下 就是说这个浓淡的这个啊 或者是 clean跟不clean的这个笔啊 就是说比较sharp 跟比较fuzzy的这个笔 就是这个轮廓 头顶 背部 跟侧板 的前边的这个呢 比较clean 比较sharp 的这个轮廓啊 比较干净 比较 比较清晰的这个轮廓 然后这个后边呢 将来对应他这个翅膀的这个尾毛 好像翅膀的后边的这一些啊 就是说这个这个边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整齐啊 那这个就用中国画的这个淡墨的这个效果 可以达到啊 所以最后的这个如果墨控制的好的话 笔不是用很多的笔啊 还是简简单单 四五笔啊 但是也可以把这个效果给画出来 我们再用浓的来加上这个嘴巴啊 跟眼睛 好这个是通过你看通过这个翅膀的这个角度的变化啊 你看就可以同样的这个几个结构啊 画出来不同的这个动态 一般来说呢还是他的这个头上有一点红是吧 所以我们是用一点 猪表啊点上 所以这一个呢也 一样用利用这个中国画的这个笔的这个特点呢 就是说你可以用比较大一个 一根笔洗干净了之后 我笔尖呢稍微touch一点这个猪表 然后一笔下来啊 又是笔底跟笔尖的这个差别 就是说笔 笔尖呢是 笔尖呢是笔 颜色比较多 笔底呢又是比较淡啊 因为现在我这个 就跟笔可能还太湿 当然就是说大家可以利用这个 这个中国画的这个 先者的这个特点就是这个印的这个特点啊 那个颜色或者是墨会 如果是比较湿的话会印出来啊 印出来的时候有时候有浓有淡 自然而然产生这个效果就一点 一面一个地方浓 然后晶莹的变淡啊 而且这个过程呢 你用不着很多笔去 就是说加很多笔去画它 好 这是燕子的这个基本结构 好 我们来画第一幅 就是用比较 写实的莫古法 然后再加上这个 配上这个燕子 我们稍微构图一下 我们第一章呢 我们不画这个大的树干啊 所以我们就画一点这个树枝 就是柳条 然后在柳条上面呢 我们 搭上这个柳叶啊 我们刚才在画的这个柳叶的这个结构 然后这个配上这边呢 我们 有一个跟它 方向有点 走向有点 不太一样的 另外一组比较远的这个柳条 当成严谨 然后我们这个燕子呢 画成两枝在这 然后一前一后 这样 这样过来 就四字的这个位置 就这样 好 我们来看看 怎么样 我们刚才写的基本笔法 然后呢再把它给 转化成一幅画 这个这里边呢 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说 刚才我们画了分解的这个笔法里边 就是说这些有点 每一笔清清楚楚是吧 然后用的笔不是太多 但是我们在这张纸上边怎么样 画出来一片 柳树的感觉 就是说不是稀稀拉拉的一根 而是有一片的感觉 这个怎么样达到这种效果 看看怎么样达到这种效果 就是说 用不太 不用太多的笔 这个呢 跟我们下一堂课用写意的 有一点对比 写意的话 就是说那个 有这个柳叶有另外一种画法 这个呢 我们是清比较清晰的一笔一笔 来画这个柳叶 而且柳条也比较清晰 怎么样 画出来一根比较茂密的一种感觉 好 我们先画一点树枝 然后呢 在 在那基础上呢 再画一个 再来画这个柳叶 所以基本上的这个 它的走势呢 就是说我们构图的这一个 但是现在我是用半浓荡的这个墨 所以半浓荡的墨呢 大家注意可以 可以就是说笔尖可以 把它变化有时候变浓一点 有时候变淡一点 注意这个柳条的这个用笔呢 要画的比较顺畅一点 就是说这个也是在练笔的一个功夫 就是说这个柳条怎么样 画的这个 又有弹性 又轴转 又有弹性 又有这个 又像真正生物的感觉 就是说树的 就是说有生命的这种感觉 然后同时呢 这一个注意怎么样 使得这个柳条之间呢 又形成一定的这个角度 互相的交错 所以这时候呢 注意有一个互相的这些分叉 这些分叉呢 大家要注意不要都从一个地方出来 是吧 都从一个地方出来 这些柳条呢 很容易就变成一些平行的 或者看起来感觉上平行的这个 然后我这个分叉分在中间分在中间 从中间一下子冒出来一个 然后呢 他走的角度呢 有点跟以前其他的周围的不太一样 这样就很容易一下子交叉掉 有交叉很多个 好像我这里在 再出来一根是吧 所以这里我再画一个 柳条你看这一下子他两根之间互相交叉 这个感觉这地方好像有比较茂密的一个感觉啊 好这个作为一个框架来帮助我们来画我们想要画的这个 墨谷的柳顶的柳页 所以我们来先画一个比较标准的 所以我们来先画一个比较标准的 但我们来画的时候呢我们是用 直接用颜色来画 刚才我们这个demo是用墨来画我们现在这个呢 直接用颜色来画 用一点 三绿 然后加一点藤黄 这时候呢这个挤出来的这个颜色呢 不用完全调掉我们在边上调 在边上调一个 根据我们 想要 的这个 就是说想要的这个相对的这个 这个嫩粒的程度啊你要粒多一点 然后 黄少一点的就是比较粒 又是黄多一点的就变成比较嫩粒 所以我们前头的这一个呢我们先用 比较粒的不要太嫩粒的这个 又粒多一点黄少一点 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下笔之前 我 沾一点 淡墨 沾一点墨 就是不是完全浓的 我这里留一点淡的笔尖踏取一下 然后这里你可以来看 这个 光是笔尖然后我 在行笔的过程你可以看出来这个墨的这个变化 开头的这一段有点 有点墨的颜色然后呢 变 然后就变成那个 后边变成绿的 再来一样我笔尖又重新去沾了一点这个 淡墨 有点 有点绿然后笔尖呢有一点 淡墨啊 这样 颜色呢 比较 比较深层一点吧 比较深层一点吧 不会像那个 官式颜色那样 有点太轻 所以这样比较深一点 深层一点 好一样的 刚才我们在 分解的时候讲到的那些概念 怎么样 把这个 柳叶呢 互相之间啊 画出来一个角度 互相之间的这个角度 注意这个角度你可以 画的 大一点 互相之间的这个变化的这个角度 甚至有 这一片呢 完全 跟着这个 这柳条的这个方向 你看这个官式一根啊 所以我们可以画出来一下子画出来 很多角度 很多 有要互相之间的这个 交错 我们重来再再调一遍 对 所以每次从单独调 变化不要太突然但是也不要完全一样 这样就是说那个 画出来呢自然而然出来一些变化 好我们来 再挑一根这个柳条然后来再 你看我 故意不去避开它啊你看可以画出来 故意的 画出来这些重叠 互相之间重叠 这样呢就很容易画出来一个 茂密的这个感觉就是 就是这些每一个元素之间啊 有一定 角度的这个 交错 这个交错呢 使得 自然而然这个地方 方式作为我们的这个主体啊 就有一个茂密的感觉 注意这个中间拉拉的比较 晶莹的行笔 一笔下来晶莹的变化 另外一个注意呢就是说出纸面啊 我们这个 这个柳条我们这个明显就是说 相当于在纸的外边啊 一直垂到纸的外边所以 注意了在这个 这个出纸面这个地方呢 大家要画的比较自然一点 相当于有一些真的就是画到纸外边啊 不要刚好所有的柳叶刚好在停在这个纸的边缘 好像这一片我 我画一个啊 正好啊 有点怕怕的停在这个纸外边 可以多加一点就是说直接画到 纸的外边去啊 这样 自然而然就给出来一个 画面比较 比较大的 增加这个画面的 维度啊 就画到这个纸的外边来 这个 画到纸的外边 我们可以稍微 这边的这个branch 稍微变化一点 稍微淡一点啊 两组之间的有一定的变化 这个不一定看得很明显 但是你在调的时候心中有树啊 然后干了之后呢 这个浓淡的这个 变化呢会更加明显一点 现在湿的时候看起来可能 会觉得 差不多 也是差不多 但是 会 干了之后 所以你这个调的时候就跟调的这个水分的多少 有点关系 一样 还是我笔尖花着钱呢 去 好这个互相之间呢有一些 互相的这个交错好像我可以这边 交错到 是一串 然后我们现在还是 照着这个 柳条的这个我们先 把这个基本柳条给 画出来 就随着 随着柳条 而画的这个柳叶 先画一些这个 搭在柳条上面从柳条上面 生长出来的 然后过后我们再 大胆的变化一下 就是说 画一些 没有搭到任何 柳条上面的一些 叶子 然后我们看看 那怎么处理 因为那样事实上有时候 因为我们画了这些柳条在这地方的老想 所有的叶子都画到这些 柳条上面比较 心里好像比较好 知道往哪下比 但是事实上呢 要 故意怎么样 画一点这个 比较独立的 现在 所以说法我还是在画 顺着这个柳条的这个角度在画 顺着柳条的这个 好这里呢 我们来大胆的画一点 我刚说的这个 我刚说的这个 好像这里都没有柳条啊 我这里怎么就好像画一点叶子在那里 这呢 并不是说不合逻辑啊 因为呢 柳条呢 我们现在画的柳条呢 是你可以 想象说是画那些看得见的这个柳条 并不是说 所有的柳条是吧 所以这些呢 就是说 有一些看得见的啊 但有一些还看没看 看不见的这个 或者是只看见一部分 所以过火呢 我们 展 颜色 展颜色的时候呢 可以再再补一点这个 看得见一部分的这个柳条啊 所以你现在呢 就是说让大家 习惯一下这个 我们有这个基本笔法 就是说这些柳页的基本笔法 现在拿这个基本笔法呢 作为一个单位 然后来 相当于我们来构造这个 他的一个整体啊 这个整体呢 就是说根据这个画面的这个构图啊 来 画出来哪地方呢 稍微密一点哪地方稍微 而不是说你 受你刚才啊 我们刚画过的这些柳 柳条啊 只有画 只敢画在那些有柳条的那地方 而是可以画开出去啊 有一些地方呢你可以再 画密一点 有些地方呢可以 可以那个 好像凭空的跳出来一片叶子啊 然后 当然 这时候最好就是说有几片互相 支档 因为 有可能就意味着后边有一颗 有一根 看见一部分的那个枝条啊 你有时候也可以 大胆的这个画上去有点似乎是枝条或者似乎是叶子的这个 一些那个 一些笔啊 好 我们 现在这一组大概差不多啊 这个 对我这个呢 这种画法呢 就是说我们是在 体现这个 用笔的这个气味啊 用笔的这个 晶莹变化 这个 画 莫谷 画这个 他 柳叶的这个形态的这种 味道啊 所以画出来晶莹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最后总体上组合起来之后大家要注意这个 总体上的这个效果 这个总体上的效果就是说 你要画的 比较茂密一点啊 比较 虽然一片叶子一片叶子都看得见 但是又画出来那个好像一片 一片林子的那种感觉啊 一片这个 茂密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茂密的这个感觉呢 最好的 处理办法就是 重叠啊 叶子叶子 之间呢有一些 纠错重叠 好我们来 画这个 燕子的这个 这两只 刚才这个构图嘛 这个这两只燕子 我们来用这个把笔洗干净然后用笔尖 点点浓的 然后 像刚才我们发这个demo这两个 就是说 用 我这根笔整根笔洗干净然后笔尖点一点浓的 然后我们过后再画到这个 燕子的这个 翅膀的时候啊 看看能不能画出来一笔画出来 有浓有淡的这个感觉 先画这个头然后顺着这根笔下来画的这个背 然后呢这个 从从这个 头下边的这个地方呢笔尖靠外 画出来 这两笔比较粗的这个但是注意呢这个结构比较干净 然后 然后呢我们来画这个 我可能这个墨粘的有点多所以那个没有淡下来 没关系我们用这个另外一根蛋的笔来 来画点这个蛋的部分 那蛋的部分呢主要就是说这个 相对于这个 比较 清晰的这个 这个边缘啊前头的这个边缘还有呢就是说他的这个 脖子下边头的下边还有 腹部 这都是用蛋的啊 而且用比较清晰的这个笔 然后把它给收起来 所以整个结构收起来 然后 然后 可以用这根刚才的这根 比较浓的还是比较浓的笔呢来把它finish 就是画上眼睛跟嘴巴 好再来画第二个 这个动态不太一样 头 然后顺着这个头的这根笔下来 把背跟连的这个 过火这个燕尾出来的那地方 画一笔画先来 然后这个 两个翅膀呢 这一只呢我们也画同样的这个动态 就是这个 翅膀比较往后 往后 往后一点啊 就比较像 飞的比较快的这个感觉 跟这个不太一样啊 这个角度比较大一点 然后呢 再 拉出来这个 尖的地方 注意 我们画一个侧面 所以相对来说呢 一条长一条短 然后呢 这两根烟尾 我们把它画成 收起来的这个杆劲 好这是浓的部分 然后我们下边来画这个 淡的这个 再加上这个嘴巴 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嘴巴的方向呢 还可以画出来有一点这个 两肢之间的这个 互相之间有点呼应的这个感觉 好我们 顺着这个我们继续来 画这两个 这两字 然后呢再把这个柳树呢 画在他后边这样层次感比较好 然后呢称这根笔 把这个背部 然后这个我们画一个跟这个不太一样 也是跟这个有点像啊 把这个 角度呢往后 大一点的这个角度 好这个是 结构比较清晰的这个部分啊 然后我们再来收拾这个 腹部跟 他脖子下边的这个结构 把他给收起来 然后再加上这个嘴巴 那这个嘴巴眼睛这个呢 也可以 我现在是用 我写日的那一根啊 因为都是要换浓墨 这个 写日的那根笔 好 然后我们按照这个构图啊 一前一后 所以这一支呢 另外一支呢 我们也来 画稍微 靠前一点 这样这个四肢的这个动态 这个位置好一点 好这个呢 画一个不太一样的 跟这个跟前头画的这些不太一样的 稍微把翅膀呢 往下走啊 所以这个肌比下来是 背部的部分 然后呢 我们同时呢 这个 翅膀的这个部分呢 往下压啊 然后我们 让他呢 翅膀呢往下 然后这个是背部的这两条烟尾是 变质在 顶上 好我们来 看看怎么处理这个腹部的这个部分 就是 蛋的这个这一笔 从这个 这个看得比较清楚啊 这个从他的 嘴巴下巴下来 然后收 比较 清晰的一笔啊 但是用蛋的这个一笔把它给 勾勒过来 好然后呢 跟这一个对称的因为两片翅膀啊 同时 是同时是在 比较对称 所以这边往下垂呢 那边也是往 另外一个方向垂但是呢 是 朝那边是吧所以从那边出来 好这样 然后我们再加上这个嘴巴用这个浓的这根笔 这个四个动态是吧 四个不太一样的这个动态 然后呢我们用 红的那根 就是有一点那个珠表的那 来来画 他 头上的 庄谱的这一个 就那根笔呢你洗干净笔底呢是 淡的啊 然后 一笔下来看看我们能不能发出那个效果 这个是不明显 这个空间比较大我们看看 就 一头 浓一头淡是不是 可以看出来这个效果 就是 笔尖的时候比较浓 后边的那个笔底那不用比较淡 所以一笔下去呢就有浓有淡的这个感觉 这个是比较明显啊 一笔下去呢顶上比较浓 后边比较淡 好我们来画后边的这个 窗叉在这个里边窗叉在 这个稍微 稍微难一点啊 稍微 因为你要 有一个一前一后但是 这也 我们这个构图还是比较简单 所以也不是那么难 我们注意呢 把笔 你要不是太硕的话把笔洗干净然后再来重新调我们用笔就稍微比较淡笔这个还更淡一点 来 来画这几根柳条 注意这个柳条的这个走势稍微有一点 更淡一点 还似乎有点风啊 所以这两根是吧 然后我这里再来分擦一下这一分擦的话就跟这一根又交了啊 就又形成一种 就是有一点体积的这个感觉是吧 好不用太多啊然后我们用这个 比较淡的带有点嫩粒的这个 更嫩粒一点的这个颜色 来 就是粒 加上 粘粒加藤黄 但是我们现在 把它调的比较嫩粒一点 所以稍微黄稍微多一点 但是粒呢稍微 淡一点 来画 当然一样在下笔之前呢我们还是 我还是喜欢在里间的 再加一点点淡墨 然后来 跟这个前头的一样 但是呢我们这个做一个 严谨是吧 所以我们可以稍微 叶子呢比这个稍微小一点 但也不要变化太大啊 稍微小一点 因为我都是说笔尖 碰一点墨 所以几笔的这个墨就不见了啊 所以你可以回起 后边的笔底的这个粒还在 但是笔尖的这个 墨的这个感觉会 你可以再去加一点啊 好这个呢是比较远处的这个东西是吧 所以这时候呢你可以多一点这种 不是搭在这个柳条上面的啊 可以稍微 稍微那个 不着有点说不着边际的这些啊 就是说不是清清楚楚做 从这个柳条上面长出来的这个 而是呢是有一点这个 根据你要画出来这个地方的这个 这个一片柳条啊 一片柳叶的这个啊 一片柳叶的这个啊 所以有时候 你看我这 这里的这好几笔都不是搭在这个柳条上面 所以大家要放开一点去画啊 不要说因为我画了这个柳条 然后呢就一定要 要这个 所有的柳叶的都要画在柳条上面 好这里呢大家稍微小心一点 一方面呢你又看看 自己感觉一下这个 这个 刚才画的这个燕子是不是已经干了啊 你可以把它给 给make sure他把它给 拿点废纸把它给按干 然后呢这个 但是这时候有一点那个 仙子的这个 优点啊就是说 要是这个顶上的这个 燕子的这些柳已经干了的话呢 你下边的这些 笔呢创越过去啊 他不会硬啊 他而且就是说是透明的这种感觉啊 所以这个就是 仙子的这个特点 就是说有时候呢你长的时候 在已经干的 的前方的 物体上面在 overlap上去啊 这个东西呢不会说给他盖过去啊 所以这个 中国画的这个颜色呢是 water base 就是水 以水为主的这个 所以呢会 比较 有透明的这种感觉 所以你可以东西呢可以画的比较贴近一点 后边的这个颜颈啊你可以 这个又不是很硕的话你当然可以 跳开他啊但是有时候 有时候里面要是他很 很干的话你直接 画 画到这个已经画过上去的这个墨啊不会使他硬开啊 大胆的这个画 好这两创之间呢我们就大 大胆的画一点 互相之间有一点 交错啊 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再来看看是不是从构图方面 需要 把这个 这个顶上是不是加要加一点什么啊 我们这里在 稍微有一点 使得这个 这个东西这两个这一串呢不会这么简单的一个 圆柱形的那个感觉稍微 展开一点 好这个Ovo的这个共图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这个背景的这个 跟这这四只 燕子之间呢有 有两只呢稍微有一点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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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后的这个感觉啊 所以这样的话呢 对这样的话呢 从构图上面比较好 就是说不会 像前后 的这个 东西啊 后边的东西跟前的东西 就故意互相之间避开啊 这里 这两只呢之间的跟后边的这个柳树呢 不互相避开啊 就比较自然啊 然后 所以 所以这是我 我们构图的时候 故意安排一下 就是说使得 有一些前后有之间有一点overlap 使得比较自然的 一前一后的这个自然感觉 而不是说 因为 你要不故意把它避开 但是比较容易画了啊 这比较 不会有这些那个 怎么样处理这个overlap 一前一后的问题啊 那所以你 你这时候呢 你画的时候呢 要注意这个 怎么样使得构图上面有一些比较自然的啊 前后的这个 布置 好我们接下来呢 要来展一下啊 这个展呢 我们先用 这个子 淡淡的这个纸质来 画一点 芝 淡芝 所以这个比较淡啊 所以这个比较淡啊 好注意这个子时有时候呢会 因为 因为我们需要做背景 所以make sure你在这个笔上面不要有结块的这种啊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来展的是怎么样展呢 就是说 因为这些呢我们有画过的芝是吧 你可以顺着这个芝展啊 芝是 芝是就展 但是在 在芝之外呢你也可以单独的画一些 没有画过的这个 窗插到它中间来啊 就是说把 这个子时的这些 这些用笔呢 做一个独立的成分啊 当然你也同时是展啊 同时呢也展在这些有墨的这些地方 但是呢有有时候呢你可以 再加一点啊 有点独立的 而且 有点独立 有一点 部分的 什么叫部分呢 就是说好像我们刚才 画的这个柳条是完整的一条是吧 那有一些 就是 藏在这个 叶子后边的 好像这个 我又加一笔啊 就有点部分啊 这一些 这一些呢 一增加的这些 部分的这些用笔了之后呢 这个很容易制造出来一种 有前有后的这个感觉 所以 这些 有点少税啊 有点零税的这些用笔 特别我们现在呢是 用比较淡的这个紫石啊 如果我们刚下去了之后还会更淡 所以这些淡的这个 有点像制造一种气氛啊 制造一种 颜色的这个背景的这个气氛 我们展 就是顺着已经画过的这个 然后独立的去画啊 再加一点这个背景 所以又是在展又是在画 紫石的 这颜色呢可以 做背景非常好是吧 所以他 跟别的颜色的 很好的调和在一块 所以 现在呢我们做一个 背景的这个颜色 啊 又可以表示 好像这个树 自然的树里边的一些 有一些 枯的枝或者是 光线比较暗的这些枝啊 这些那个 甚至是叶子 也可以啊 所以就是说 用这个淡淡的这个增加一些层次 层次感 然后你现在我有点点上去啊 所以 这一些呢就是说增加这个 这个画面的这个 一些层次 丰富性 好然后 接下来呢我们 可以再淡淡的 从现在我们展第一遍嘛 然后我们回头 画第二幅再回头来 也许可以再继续画 再 给他展第二遍 用很淡的这个粒 我 但这个这个展呢 主要我是想 送一下 大家呢 这个 就我们刚才不是画了这些叶子吗 本身也是绿色是吧 那最后呢 我们展呢 现在你看这个有一些轮廓啊 这个形成一个 就是说有一些结构 我们展的时候呢 顺着这个结构 再把这个结构给加强 一下 所以呢 相当于从笔法方面 相当于跟我们刚才 画的这些磨谷的这些笔法呢 又形成 对比 像我们刚才是一笔一笔在画这个叶子 现在呢一笔画出来一大片 这个有可能是光跟影的这个 一大片的这个 用比较淡的这个 用比较淡的这个 然后呢 让它自然垂下来 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展的这个过程呢 更进一步把这个生到生长到子外边的这个感觉呢 再加强一点 然后 后边的演出的也大概是 类似的这个处理 就是你看这个有一定的这个走势是吧 有一定的这个 一束的这个感觉 我们顺着它那个是走下来 一般来说展 用 这种 你可以 可以展 多遍啊 所以但是呢 又 又注意有 等到这个主要的这个 前头的这个东西比较干的时候 所以现在呢 我有点rush 是吧 没有 没有等它完全干 所以你画过来的时候呢 稍微仔细一点啊 然后 过我们长第二遍的时候 可以等它完全干的时候再长第二遍 但我主要这里是受 这种笔法 展的这种笔法啊 画出来这个 一朵一朵的这个感觉啊 跟刚才我们一笔一笔画出来呢 是形成一个 一个对比啊 同时也产生不同 不一样的这个感觉 就是 一串一串的这个 柳叶的这个 顺着这个是 把它这个感觉给画出来 这是第一幅 用 这种莫古的 比较写实的 方法来画